哈喽大家好我是老三 现在呢是刚刚从山上面嫁来 刚刚我那两条狗又跑到山上面去 差一点咬到人家的羊了 现在呢把这两条狗给绑起来了 就在我身后这里 今天早上我来喂牛的时候 跟着我跑到牛栏来 听到山上面那个羊穴那里有动静 就直接跑上去 还要我跑上去及时 要不然今天又要破财了 一丝羊都要一千多 还要我跑上去快没有尿成大祸 那那个羊圈就在那里了 刚刚听到狗叫了 就跑上去把狗赶下来 累死我了 这仔仔刚刚回到下面 把狗已经绑好了 还好我跑上去其实没有咬到羊 如果再晚一点点的话 那今天晚上就可以有羊又吃了 又要掏一千多块钱来赔了 现在把这两条狗已经绑好了 从今以后你们两个就给我 在这里面避试过吧 这下要把他绑起来了 你们真的是太不让我生心了 以前呢是从来没有跑到那个羊圈那里去的 今天早上这两是什么发了疯似的 是直接往上面冲 吓死我了 这条狗 现在回来一个多月了 肥了好多 现在一习惯你就给我少事情了 还好今天没有咬到人家的羊 要不然的话咬到一丝 卖掉你都不够赔啊 你们是不是到现在羊又有多贵啊 如果咬死一丝羊的话 把你们两条狗卖掉都不够赔人家一丝羊 除非是把你们当猎狗卖 差不多够赔人家一丝羊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两条狗 能不能说猎狗 看看这条是不是猎狗型啊 上面的耳朵多宽啊 两个耳朵之间的蓄理很宽的 这一条的耳朵就没那么宽了 就在给这条取了一个名 叫做黑水 嘴巴黑黑的毒的狠 烈性实俗了 从心以后都不敢放它们了 只能绑着了 因为羊鲜那里离我的牛栏这里太近了 我就怕它以后又跑到那个羊鲜那里去咬羊 如果咬死一丝的话损失就大了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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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